这几天还有一件非常热闹的事情 也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曾经的反美爱国青年奉卿啊 叫秦伟平 他现在要加入美军了 当年呢 那个美国轰炸 那个南联盟中国使馆 那个带头拆加那个反美抗议游行的 广州某大专乐校的学生会主席秦伟平 在这几天呢 隆重加入美国海军 也就是说他在自己还没到40岁 趁这个年龄呢 因为美军呢 有年龄的卸子 所以说呢 他呢 趁这个还没到40岁的年龄 宣誓加入美军 为美国服务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那个秦伟平的解力 这个维基百科啊 那个秦伟平的解力啊 好像已经被修改的不成样子 最早我好像是去年还前年 看到他那个秦伟平的那个维基百科的解力啊 解教不是这样写的 反正已经跟他那个出路很大了 当时呢 当时呢 他那个写的呢 还是跟这时啊 跟今天不一样的 明显是很不一样的 当时还能写清他那个 广州那个什么航海学院 是什么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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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专科 好像不是航海学院 应该是 什么专科 什么学院 专科 什么电子学院 我记得 然后呢 他的专业是机械工程 那个拆加那个抗议美国轰炸那个乃琳门大使馆 也就是说反美大游行啊 的时候 他的身份是那个学院的一个学生会主席 也就是共产导员 一般来说学生会主席必定是共产党员 在中国了解的情况的时候 常识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隐屈的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然后这人特别夸张 他到了美国啊 曾经自封为美国杰出华人 杰出青年华人 这是他自己封自己的那个 自己给自己封的头鞋 你说这人可笑不可笑 至于经济学者啊 那也是不知道是谁给他的 也是基本上自己 自己瞎编赖造的嘛 对不对 他一个 说实话 他经济在经济学方面 根本没什么任何基础嘛 他是基业专业嘛 然后那个 据他描述 在什么福袋大学管理学院 读了什么EMBA课程 其实本身啊 估计也就上过几贴课 自己把自己给吹了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那个正了八经上课 都不太弄不清楚 然后呢 到了他也是拿 最开始拿的是美国的正币身份 也就是说 呃 反共 拉共产党 然后得到了美国的那个 正币身份 绿卡 然后经济出入那个 亚洲自由自由亚洲电台 和美国之音 经常评论时事 也在那个油管上有自己的 频道 嗯 还出了一本书啊 叫什么 嗯 中国危机路线图啊 这本书 他是三天两头在那个油管的自媒体频道上 推荐这本书啊 要他 呃 要大家买他的书 这本书还价格不菲 呃 据说呢 里面书中啊 呃 有独到的秘迹 帮助大家呢 呃 逃离快要崩溃的中国 至于什么时候要崩溃呢 他以前吹的啊 就说这两年 但是这两年已经过去了 也没借中国崩溃 然后网友经经常要怼他 你不是说2017年底吗 结果中国怎样了 所以他脑羞成管他说这个这个崩溃呢 呃 是一个时阶段 具体什么时间呢 他现在也不知道了 然后呢 他的父母呢 据说啊 还在湖北老家 他那个煞费苦心啊 推荐的那本什么中国危机路线图啊 中国随时要崩溃 随时要出现什么恶势几千万人啊 哎呀 这么恐怖的事情啊 然后那个 我想中国这么危险啊 那他应该是最关心的 他自己的父母应该如何接到美国来啊 可是他到现在为止 还没把他父母给接出来啊 那说明什么 所以这这种书啊 基本上没什么海金量 没什么该货啊 就是一本忽悠撇切的书啊 而且这本书还卖出了贴价 88美金啊 想想吧 那本书88美金乘以7 那汇率啊 这本书啊 一本破书啊 据来能卖600块钱人民币啊 据来这600块钱人民币 据他讲啊 据他吹 吹牛 能挽救不少富人的命 这牛逼了 在他的解历中呢 还自吹啊 曾经在上海成立过什么 什么家居公司啊 在什么上海普陀区 上海普陀区也是 是比较相对其他上海的区来说 是一个比较穷的区 在那里成了一家什么家居公司 他承吹牛啊 还赚了不少钱 在上海好像有房子啊 哇 舔那牛逼了 居然扔掉上海房子不管 直接为了为了那个拿到美国的政币身份啊 直接那个什么 移民美国了 所以说老人看不懂了 当年的那个共产导员 学生会主席 白美斗士 白美凤卿啊 如今 居然要拆加美军了 还自封啊 自封自己是经济学者 那个美国杰出华人 这次更夸张 这次夸张是为了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 意志从容 也就是说呢 他加入海军了之后呢 可以入境美 美国的 正日八经的那个美 美国公民身份了 也不是 仅仅是正碧绿卡了 据他讲呢 秦伟平 插加美国的海军之后呢 还能 呃 将来呢 还要重振 要进学周一元 所以有网友说啊 秦伟平的理想信念动摇之快 开笔一绝啊 无有情愧 谢有秦伟平 呃 网友还称 说啊 他以前啊 那个为了拿到那个美国的正碧绿卡 骂共产 骂得最凶啊 但是呢 这两年 他拿到了身份之后呢 态度显得 有些暧昧了 甚至说呢 变得柔和了 不再像以前一样 高调接决的反共 再过来 这种人就是一种投 标准的投机分子 而且的话 而且的话 他还非常高调 自己说呢 呃 未来 若有机会上战场呢 秦伟平一定全力以过 你看他那种 红生的坠肉 啊 还能跑的都不嘛 有人还 有网友还 调戏他说啊 调凯他说啊 你看你长得猪头肥尔的 哎 矮冬瓜一个啊 这还能啊 还能 在在场上 灵活的是在 瘸脚 然后 秦伟平呢 不以为来 他说我爱美国 愿意为国效力 希望所有美国人都能 爱下平坚幸福生活 得了吧 你是为了 拿到美国公民身份吗 有网友说啊 秦伟平啊 就一个高职学校毕业 当时他妈就是这种学校啊 在国内 就是个垃圾学校 虽然说 他是学生会主席 但是你说 他那个 可能 连三本都 没拿到 他这种 三本 学校 在国内找工作啊 当时就没有 这么八斤的好工作 所以说啊 他那个什么 前几年也是 是拿那个 应该是拿那个 旅游切证嘛 跑到美国了 还在美国冒充了 经济学家 比如说啊 秦伟平就是一个炒作 自己的片子 我看应该差不多了 反美那个凤卿啊 爱国青年啊 十五年后啊 他在美国时代广告 公开批评中国 他叫秦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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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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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毕竟调查什么的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就是在前几天正式的跟海军签合同 算是一个新的人生开始这样子 我知道那个美国大学里是有这个美国军队 就是说资助一些学生来上课 然后呢 我们 你毕业后然后到这个军队服役 不太一样 我们在学校里其实有很多同学是曾经在军队里服役的 美国军队呢 它其实是鼓励这个学生去从军或者说退役之后呢 它给很多学费的支持 所以年轻人在美国呢 踊跃参军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除了刚才说体验不同人生 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服务于国家 然后捍卫这个民主自由 很希望能用实际行动来捍卫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那第三个 其实我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直有服务公众的这样一个理想 其实在美国的军队里包括海军里面 还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我其实跟军队也沟通过 那我们在服役的这个期间呢 也会继续去拿美国的一个学位 这样子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我认为是非常适合我的一个选择 那您刚才提到您这个加入海军的一个目的之一 就是要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 那么对于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一个人来讲 为什么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这么重要呢 我们知道美国的 它这个民主和自由 它其实是世界的一个灯塔 因为整个世界这个形式其实是非常复杂 其实我也知道 比如说在未来五年 美国可能也会面临这个军事挑战 这个世界范围的这个民主自由呢 都会面临一种倒退的这种潮流 我认为是一定要捍卫的 我们在捍卫民主自由 不光是说口头上去捍卫 其实行动也非常重要 就好像说你要构建和平 你一定要是有军事力量 强卫队的力量去保证它 这是我的一个人理解 我喜欢用实际行动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来改一个是感谢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 另外呢 我们要保证美国的这个民主自由 可以继续发挥的更好 当然如果说它未来可以对中国 或者世界其他地方 这个民主自由有一个促进作用的话 我当然更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您这这种行为 如果用这个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讲 就是就是一种爱国行为 是吧 那您怎么看待前两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 就是讲这个中国央视主持人董青 在电视节目上音频上大谈爱国主义 但是实际生活中 他却把自己的孩子生在美国来做美国人 您怎么看待这种爱国的行为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热爱中国或者热爱美国的话 就行动去就实现你的诺言 给大家做一个表赛 特别的公众人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现在在美国 我们就是申诉美国的法律 然后呢 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认同 然后呢就做一些为美国社会公众有益的事情 这个就会比较好 这个是正常 我希望董青的他热爱中国 也会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情 当然如果他只是在小孩接受美国的好的教育 然后回去建设中国 我觉得未来也是可以的 实际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会不会是实际上人在中国谋取利益 然后把自己的很多私人的东西放在美国 享受美国的和平民主自由 这就打个大大的问号 可能不是董青一个人 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治生态下面 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么我听说您有意在今后竞选美国国会议员 您这个参加海军是不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呢 是的 我是在2018年年底有宣告 2028年去竞选美国的国会议员 因为我们做一个新一名 想服务国家服务公众 我觉得比在美国出生的生长的人 有很大的挑战 这是我为什么在美国 我要重新接受美国的大学的教育 包括这次有机会去从军 我愿意去海军去奉献 可能至少会奉献五年的时间 我其实是想在各个领域各个方向 来锻炼自己 来提升自己 要了解美国这个社会 了解我们的社区 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的状况 我相信这样打好基础 未来可以更好的有机会化竞选 然后更好的为公众服务 这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好的 请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的采访 也希望您在美国海军 能够做出一番成绩 好 谢谢 谢谢 前方挑战非常多 这个刚才提的那个人是秦 对对对 是是是是 得责不行 那个得责不行 这个话太适合我了 我现在服役中 每一个新移民 字幕租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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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